迎接賈臣龍年的到來 武捷鄉公所與宜蘭縣生活美學協會合作 舉辦名家輝豪送春聯活動 鄉長沈德茂特別感謝書法老師的響應 龍騰服藥樂堂彩 然後萬象嶄新龍來喜 龍來意 所以來到鄉公所 第一個就會遠省光彩 然後回家的時候 就把很快樂的都帶帶回家 就沒有壓力 所以來辦公 謝謝 每一份工作都可以辦得順順的力 都能夠心練力行 亮力舞節 那我們過年有很多的應景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那不管是小孩子的手機怎麼用 他家裡還是要貼一些吉祥字 好像龍中來 像我們今年這個春年就寫 福運龍來 那就看到字 看到字就有一點有形就有像 有像就有失 有失就有德 這種概念 所以雖然 懵怕懵怕 但是心中還是希望這些吉祥的東西 尤其是老人家 年輕是年輕 但是年齡還是會不斷的成長 所以他還是會朝向一個比較古老文字的那種意象去爭取 獲得更多的平安健康快樂圓滿 這個應該是人之常情吧 腦海中的這種古老的思維 應該不會跑掉 這些有龍年喜慶的文藻 讓人看了愛不釋手 五間鄉民代表會主席林正吳 也拿起老師的毛筆 寫了大吉大利的吉祥話 哇 王藤扶藥 扶運都來 都來 老師 來上課 上春聯 都很平安 這把大吉大利最漂亮 這讚讚讚 五間鄉公所禮聘王文智 黃朝松 吳正安 朱啟仁 沈濟等五位書法名家 現場揮毫 不同大小的春聯 有門聯也有合體字 更有許多龍年的好字 分送給大家 賈成年代表的生肖是青龍 民眾可以選擇 自己喜愛的新春佳話 請書法老師書寫後領取 來 抽紅包 來 抽紅包 抽紅包 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抽紅包的概念 是從我們抽神明 我們去抽籤 去神明拜拜神 來抽籤 一種方式的思考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這樣子的抽籤 所以說 你抽起來的紅包寫的是什麼 那個就是你的 你今年的運氣 會就是像這樣子一樣 要有趣味 對啦 帶著一點趣味 龍是一個非常吉祥的動物 但是他也是一個非常有這樣子的一個調皮 帶著一點快樂的這樣子的心情 好 來 我們來抽 好 抽一個來 哇 平安喜樂 我抽的是平安喜樂 主席抽的是未來可其 不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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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聽聽聽聽 另外 五節相公所也備有討喜的紅包袋 讓大家可以摸出自己心裡想的好事 希望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過個溫馨吉祥的好年 五節好運 龍中來